生命真的非常珍贵 一定要记得保护自己 不要让家人陷入无尽的悲哀 而根据新北市政府的统计 现在最常见的自杀方法就是烧炭 为了防止这样的悲剧一再发生 新北市打算要仿效国外的做法 提高购买木炭的难度 例如说跟香烟一样 不是摆在开放式的货架上 必须要透过电源才能够拿取 希望让那些有意亲生的人 多一些重新思考的机会 有些民众想不开选择烧炭自杀 新北市正研拟自杀防治条例 打算仿效国外 让木炭取得不容易 例如像香烟一样 陈列在非开放式的货架 民众购买时 必须经由电源才能拿取 根据新北市政府统计发现 去年自杀方式仍是以烧炭占据第一名 虽然木炭进口商在外包装上 都有家住珍惜生命的警语 但卫生局还是要求连锁超商电源 特别针对只买木炭 没买肉的客人 多询问多一些关怀 不过自杀防治中心认为 对于某些死意圣奸的自杀者来说 还是有执行上的困难 自杀防治中心建议民众 如果身边亲友有意或无意 透露出寻死的念头 最好能耐心倾听对方的痛苦 与无助的原因 或者是寻求专业机构的协助 记者综合报道